淡水无极天园宫樱花季节 在二月份天园宫后山的樱花季之后 到了每年的三月时刻 就是无极天坛前跟庙广场的极叶樱花季 而从这个星期开始 庙里面数十棵的樱花树也开始陆续开花 庙方表示由于最近的天气非常稳定 因此花矿目前已经来到了五成 淡水无极天园宫的樱花季节 在二月份天园宫后山的樱花季之后 到了每年的三月时刻 就是无极天坛前与庙前广场的极叶樱花季 而从这个星期开始 庙里面的数十棵的樱花树也开始陆续开花 庙方表示由于最近天气非常稳定 因此花矿目前已经来到了五成 因为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比较稳定一点 温度稍微高一点 所以樱花也开得比较快一点 现在到今天为止大概开了差不多四到五成 然后这几天如果气温水还是这么高 应该会开得更快 可能花期就一到两个礼拜之中就一定会 到三个礼拜左右 可不过一般都是差不多两个礼拜是差不多了 对最好的时候 庙方表示今年在花季期间雨水较少 温度稳定上升 因此樱花开的状况也比较稳定 而从这个星期开始 极叶樱陆续开花 而庙里面的樱花可是庙方种植的极叶樱 超过了三十年之久 每一棵每一年都细心照顾 就是希望让花矿可以更好 游客也能够借此欣赏到美丽的樱花盛开 更能够让淡水天原宫成为每年樱花季的热门景点 最好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因为现在还是有接驳专车 那如果说至于一般赏花民众要来看这个花的时候 也可以停 因为天原宫里面互地 互地不是很大 所以最好你要来的时候 周边的一般民众住家的收费 收费停车场可以去停那边 如果在这边停不下的时候 因为这边都有管制 庙方表示 由于每年三四月天原宫樱花季 假日充满了赏花人潮 一天最少都会涌进上万人次的赏花游客 而天原宫后方的天坛道路狭小 庙前广场的停车空间也有限 也呼吁游客要来赏花的时候 也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接驳车 公车等等 或者是开车 也可以利用天原宫周边居民 所开设的停车场来临时停车 而庙方也估计 依照未来的天气 这个周末到未来十天内 樱花就会完全盛开 想赏花的民众 可要把握这最后的樱花季机会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